外送員才剛騎到路口 一旁一輛白色休旅車 急速使來幾乎沒有減速 直直撞上機車 外送員當場被撞飛 人車倒地 撞警力道相當大 休旅車的車頭撞毀 機車抽可零件四三一地 其實外送的保溫帶也掉落在路旁 10號凌晨2點多 警方趕到台中西去東興路公益路口 38歲外送員被休旅車撞上之後 倒在車輪旁傷勢看起來相當嚴重 員警跟消防人員緊急先幫外送員 實施CPR 開上單架送一急救 雙方九色子均為0 一車無人受傷 二車騎士頭手腳多處傷 雖然雙方都沒有酒駕 但是路口監視器影像 拍到當時紅綠燈耗製休旅車闖紅燈 才會撞上外送騎士 警方也再次強調深夜開車 就別心存僥倖 探飲食方便搶快恐怕會釀成大禍 其餘備的新聞蘇探飲 蔡英台中常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